这里是四年级华文单元十六 随着想象翱翔 那课文一就是语变成一首诗了 那课文中就是提到这个同学们啊 你一言我一语的 而且啊一直在形容这个语 老师呢就收集了他们的资料 再把它变成了一首诗 那这一个课文 我们第一个部分要教的是修词手法 那今天要教的修词手法是夸张 那之前我们已经学过比喻句了 那今天要学的修词手法是夸张 那什么是夸张呢 就是句子呢 他把事物都夸大来说了 比如说我们来看第一 一眨眼 弟弟就将那罐糖果吃光了 那什么东西夸大了呢 对就是这个一眨眼 一眨一次眼睛 弟弟就把那罐糖果吃光了 是不是很快说得很夸张呢 对所以这个就是夸张句 第二 那那个大个子一跳 感觉整座楼都震动了起来 哇非常的夸张 说他一跳就好像震动了整座楼 第三 爸爸的鼻酣声比正在行驶的煤炭火车声还要响 把爸爸的这个鼻酣声形容的比煤炭火车声还响呢 那是不是很夸张啊 对这三个都是夸张句 那同学们你们还可以造出更多夸张的句子吗 对老师也相信你们可以 那接下去我们要学形式字 第一个是小偷 小偷 过后是输入 输入 那这两个偷和输 他们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步手 对一个是单人旁 一个是车子步 第二 杀鸡取软 杀鸡取软 第二个是刹车 这两个字的读音都一样 可是不同的就是这一个有刀字步 第三 竟然 竟走 不同的就是这一个口字 这是一个日 这是一个口 对里面有一个横 这个并没有横 第四 液体 黑夜 一个有三点水 一个冰没有三点水 分辨 真辨 分辨 真辨 这个分辨的辨呢 他们和真辨的辨呢 是中间这一个部分不一样 对真辨都是用嘴巴说的 比如说辩论会也是 这一个辨都是关于到我们的口 所以有一个 炎字旁 粗暴 粗暴 爆炸 爆炸 一个有火字旁 一个冰没有火字旁 所以同学们能够分辨这些形式字了吗 很好 那这里就是我们四年级华文单元十六 随着想象翱翔教学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